创伤是生命给出最好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创伤都代表着前进的步伐 怎么会 看我这么好 怎么会淘汰呢 宝贝 你说 就算我跳得不好 可是志勋跳得很好 那评审是不是很没有眼光 你说 阿嬷没有人这样子的 所有人都说评审没眼光 刚才不知道是谁 跟他PK女屁股还跌倒 那只是小小的失误吗 他不甘心 志勋 我们再参加比赛 阿嬷跟你保证绝对不会跌倒 好 那我去换衣服 阿嬷请吃冰 还好吧 很好 我先去把衣服换一换 你赶快找阿嬷 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来 好 就这样 好 好 你最喜欢的简婷语老师 要来台湾办舞展 要去看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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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下次比赛是下个月五号 好好准备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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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拉长 3 4 下半身放松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这边看一看 结果身体听到音乐就动起来了 身体听到音乐就不自觉地开始晃动是吗 来 我跟你说 每个人跳舞的原因都不一样 那个俊亨啊 她是能跳又想赢 那舒妍呢 也是有天分又想赢 那欣怡啊 超想取代她的 那至于你啊 我要求你去参加那个比赛 就是希望你能够去体验 去发现自己的极限 如果一辈子都看着别人往前走 自己却在原地踏步 或者像蝸牛一样慢慢爬 那这样你还会喜欢跳舞吗 不急不急 慢慢想 想清楚 如果还喜欢跳舞的话 就来吧 好 舒妍 你怎么买这么多香蕉啊 因为香蕉有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啊 而且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丰富 里面还有果胶 可以润滑肠道 防便命 我跟你说 香蕉它还有很多功用 像是它可以促进脑部分泌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血氢素 可以刺激脑部的神经系统 然后让心情变好 甲呢能防止血压的上升 以及肌肉的筋囊 至于美呢就有消除疲劳的功效 你也知道啊 知道啊 跳舞虽然会消耗很多的热量 但是要保持住我体重 还有肌肉的精准度 我可不是随便乱吃的喔 可是你都吃很多耶 你不要误会啦 我可是很有原则的喔 我只吃我阿嬷煮的健康营养餐 阿嬷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 阿嬷有去上那种很专业的烹饪课喔 阿嬷还常说 营养要均衡 比如说 碳水化合物 这是我们平常吃的米饭还有面包 还有蛋白质 蛋白质对于肌肉的形成 以及修复非常重要 嗯 不过那个老师真的很厉害 你不要看我阿嬷的妖娇又Fashion的 她之前做的那个饭团啊 你吃过 跟手榴弹一样 不是我说的喔 是你说的喔 不过也是好吃又营养 也有好看一点点 对了 今天教练怎么跟你说啊 教练说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者 不过如果我只是想要跳舞的话 他很欢迎我加入 所以我想了很久 决定还是要尝试看看 加油 心情会变好 谁说我心情不好 你要不要吃慢一点 我说你吃慢一点 小心不要噎到 我说你吃慢一点 小心不要噎到 我说你吃慢一点 小心不要噎到 我是说 我跳舞的时候会听不到音乐 已经好几次了 只要是比赛或者是表演 我就会突然听不到 可是你的表演赛很成功啊 那是因为我用鼠拍子的啊 俊亨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音乐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抬起他的下巴 我就跟着鼠拍子 跟着跳 可是我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搞得我现在都有点害怕比赛了 那怎么办啊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看过耳科了 医生说没问题 像我以前很想打篮球 想加入球队 可是我妈不准 我跟我妈其实没有办法沟通 结果后来变成太压抑自己了 结果后来也是 我跟你说的那一位心理医生 帮我找到原因的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去看看他 我还可以陪你一起去 家立 教練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教練 那個報名費我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我最快月底 就可以拿到薪水了 好 好的 走吧 走吧 拜拜 你小子 Q 不是四點多就下課了 怎麼現在才回來 我去幫學長代班 真的嗎 快點洗手準備吃飯了 好 好 都極簡了 你爸怎麼還不回來 你爸怎麼還不回來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脖子伸長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你的核心需要加強一點 教練 你看我 我的核心需要加強嗎 你啊 既然大家都有疑問的話 那我就來好好跟大家解說一下好了 核心啊 指的就是核心肌群 這個核心肌群呢 就是用來穩定我們的身體 保護我們的脊椎 還有提升我們的表現力 還能避免運動傷害作用的肌肉 那麼核心肌群是在哪裡呢 核心肌群包含了我們的腹 背 還有臀部 大致上來說呢 就是從肩關節以下到髖關節以上 這一個區位就叫做核心肌群 這裡面包含了我們的腹直肌 腹痕肌 腹內外斜肌 還有啊 多裂肌 腰方肌 還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豬脊肌 當然還有我們的臀大肌 你眼睛在瞄哪裡啊 各位同學 當你們在欣賞資深小鮮肉的同時 也別忘了補補腦 長知識知道嗎 嗯 OK 好 我們人體的活動啊 是連續的戀狀過程 這個腰椎 腰肩骨關節這個部分 是身體上下區間的轉折點 所以啊 它在承受我們活動的壓力 然後轉換我們的肢段 產生力量 就跟它做一個魅力萬千的動作 所以啊 核心劇情的穩定 才能夠讓我們在舞蹈當中 能夠擺出跟維持一個優美的姿態 讓它能夠持續而穩定 所以如果核心不穩定的話 你們說跳舞會怎麼樣呢 不夠美 不夠帥 對 嗯 教練 那請問要怎麼練習 這個最重要當然還是要多跳多練 那再輔佐一些肌肉和重力的訓練 那依照每一個人的情況 去衡量一下訓練的強度 這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解釋 好 OK 繼續上課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做它的這個 左右的橫移的變化 從左邊開始喔 OK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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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他的左腳是不是有問題 老是跟不上我 One two three and four 左腳滿脫在他 你也看出來了 很明顯啊 江湯怎麼連這種不適合跳舞的人 都說 One two three and four 難道我們舞蹈社 經營不善存也是真理 臭屁痕 你不要亂說 One two three and four 要是我舞蹈社真的倒閉 我還真不知道要去哪裡 找這麼好的教練 One two three and four One two three and four 你是 你是 我是志勳的媽媽 哦 請教練嗎 是是是 我是秦浩 你請坐 志勳 小君說有人找你耶 找我 哦 那去看看 好 是這樣子的 我想要請教練幫我一個忙 讓志勳退出舞蹈社 志勳他不適合跳舞 那什麼樣的人才適合跳舞呢 我 志勳他左腳不方便 你不可能看不出來吧 志勳 志勳他是 他是一個 患有腦性麻痹的孩子 原來是這樣子啊 難怪我老覺得他左腳怪怪的 我並不知道志勳的病 但是 就我所知 適度的運動 應該不至於影響身體 應該對他的身體健康更有幫助吧 而且 我們國標舞 只要不是跳職業級的 把他當成一般的運動 都是醫生推薦的好運動 教練 你是什麼意思啊 不 志勳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專業的舞者 我覺得他自己只是純粹的喜歡跳舞 把他當成興趣 所以志勳媽 我覺得你應該不用太擔心吧 我是志勳的媽媽 我會比你不懂志勳嗎 也是啊 我只是一個教練嘛 所以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是你自己跟志勳好好的溝通 我是沒有辦法拒絕一個 帶著跳舞熱情想來學舞的一個學生 媽 媽 原來她有腦心麻痺 難怪舞跳得這麼怪 她媽也太保護她了吧 媽 媽 媽 我真的很喜歡跳舞 媽 你 你就讓我試一次好不好 媽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叫你兒子自己跟你說 你兒子自己 我去報名國標舞 背著我去報名國標舞 叫他退出還不肯耶 爸 我是真的很喜歡跳舞 而且跳國標舞比打籃球輕鬆 輕鬆 那你為什麼不敢告訴我啊 因為你不會喜歡 我就怕你像現在這樣 我生氣是為什麼 我是怕你的腳負荷不了 我如果真的負荷不了 我就會提嘛 等你負荷不了 你再說你就來不及了 你是這樣不聽是不是 媽 你就再給我一次機會嘛 我就試一次試一次就好嘛 爸 我這次是真的想試試看 你最喜歡的簡婷宇老師 要來台灣辦舞展了 你要去看嗎 看什麼看 就算你傳簡訊給他 他會理你嗎 是人頭就發 自主不發 親愛的媽媽 你是說你跟你媽傳來 對 她要回來台灣公演 所以我約她見面 你媽媽 寶貝 你知道她 他們舞團很忙 心肯很滿 所以可能沒有時間 我知道 五年前她回國 我們沒有見到面 就試試看 說不定有機會 阿嬤 妳不想見她 怎麼會 阿嬤當然想 可是我覺得 對你媽我們還是隨緣 我很隨緣 阿嬤 阿嬤妳不要煩惱 我去上課 對了 阿嬤 妳上次不是說有個女的 問妳志勳跳舞的事情嗎 那位漂亮的媽媽是志勳的媽媽 好 阿嬤放輕鬆 我怎麼可能放輕鬆 什麼 妳忙到沒時間跟女兒見面 我知道妳不容易 可是我想說妳既然已經回國了 妳跟她見一面有這麼難嗎 當初妳也是為了跳舞 在跟你老公離婚的 我知道 是我支持妳出國 可是我沒有叫妳 連女兒都不要 老天爺 求求妳存在一下吧 不要再讓她希望 小心啊 真搞不懂妳 以前看妳打籃球 是很認真沒錯 但就沒有這麼熱情 跳舞到底哪裡好 學長那妳為什麼喜歡舒妍 妳覺得舒妍哪裡好 喂 這個我一定要特別澄清一下 其實我對夢數 我要一杯冰美式 妳什麼時候來的呢 怎麼都不出聲音啊 真是 原來妳喜歡我 我要跟我阿嬤說 我忘記我要掃廁所了 我走了 昨天還好吧 你跟妳媽 我媽氣炸了 我想也是 我媽 她一直都擔心很多事情 從我出生開始 她最操心的就是我的身體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做復健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好痛 每一次都會流眼淚 結果妳知道嗎 我媽在旁邊 她流的眼淚比我還要多 超誇張 這樣聽起來 妳媽很愛妳 也很關心妳 真好 是沒錯 可是這樣有時候也會讓人喘不過氣 像我加入籃球隊 我媽就找教練 全天候盯著我 因為剛好教練是我爸的朋友 結果從我加入籃球隊到現在 我一次都沒有下場比賽過 這樣很悶 不能上場打球 那加入籃球隊幹嘛 妳說是不是 所以這一次 是我第一次為我的人生做選擇 我一定要堅持到底 妳這樣子就對了 我相信時間一久 妳媽會理解妳的 對 妳上次提到那個復健醫生 妳可以陪我去嗎 我想聽聽看他怎麼講 這裡 請進 製君 周醫師 我陪我朋友來 妳好 那我在外面等妳 周醫師妳好 我是孟書妍 請坐 好 不好意思 聽資訊跟我說妳想要跟我聊 妳有些身體的症狀 找不出原因 我最近比賽的時候會突然聽不到音樂 我已經有看過我鼻後科了 醫生說我的聽力沒有問題 我平常練舞的時候也沒事 就只有在比賽的時候會突然聽不到音樂 對 妳先把眼睛閉起來 是在 這邊 OK 右邊 好 眼睛睜開來 妳有聽說過 行醫性精神障礙嗎 沒有 行醫性精神障礙指的是 突然遇到嚴重的 強烈的生活事件 比方說 親人突然過世了 或者是遇到嚴重的災害等等 那這些事件呢 超出妳所能承受的刺激強度 而表現出來的一些精神症狀 所以妳回想一下 在妳聽不到這件事情發生的前後 妳的生活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特別重大 讓妳傷心或者是情緒 劇烈波動的事 阿嬤 我肚子好餓 好 我去煮麵 來 就像以往一樣 妳美國的妹妹收到包裹之後 再寄回來給我 對 美娟 每人都這樣麻煩妳 真的很不好意思 寶貝 妳看 妳媽從美國幫妳寄回來 妳今年的生日禮物 有想到些什麼嗎 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周醫師 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其他生活方面都沒有受到影響 平常練舞也是 為什麼只有在跳舞的時候 會突然聽不到 人的情緒是很複雜的 意識形態下的行為 其實裡面都包含了情緒 比方說 一個人很冷靜 那只代表她比較能夠 隱藏自己真正的情緒 並不代表她不生氣 所以照這麼說 如果我找到刺激自己 產生情緒引發的聽力障礙的話 我聽不到這件事情 就可以解決了 Bingo 有的時候病因消除 或者是改變環境之後 精神的症狀會相應消失 但很多時候 病因是沒有辦法消失的 得要靠患者自己本身去克服 增強心理的韌性 學著去承受和面對問題 面對她 接受她 處理她 放下她 阿彌陀佛 師父 我知道 聽不到聲音的答案 其實應該被你埋藏在 這裡 怎麼樣 周醫生怎麼說 她說 答案就在我心中 你回來啊 媽 你怎麼今天這麼早下班 媽身體不舒服 我提前下班了回來陪她 媽媽怎麼了 她胃痛 你去陪她 媽去買晚餐 等一下 晚飯馬上就好了 媽 妳不是胃痛嗎 沒關係啦 外面吃不一樣 我簡單做幾個菜就好了 妳休息 今天晚上吃外面就好了 媽 妳先坐一下 媽媽 我做媽媽會盡好我的本分 妳如果真的擔心我 也請妳盡好自己的本分 媽 妳不要太擔心 我只會用課餘的時間跳舞 而且我會注意自己 我怎麼用課舊 妳學會用課舍 在訴訟 我們買了一千年 我跟妳的想想想想要 有一千年 我肯定你 我才能回來了 交給妳 妳的想想要 我其實是心仨 妳的想想要 阿嬤被妳嚇得到 阿嬤妳看 這什麼 這太小了 阿嬤看不清楚 今天給阿嬤聽 媽回簡訊了 她說她會寄票給我們 讓我們去看公園 真的假的 真的 阿嬤妳看嘛 阿嬤老花眼看不到 終於可以見到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照這樣的水準下去 我相信積分賽 一定可以輕計過關的 再看一次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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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勋的腳有問題 本來就不適合跳舞 他再硬跳下去 我怕他會出問題 幹嘛這樣看我 原來你只是冷娘 其實肚子裡滿有料的 什麼冷娘 你不知道 個性冷冰冰 外表娘 簡稱冷娘 娘跟優雅你都分不清楚 去 客人來了 去照顧她吧 優雅 你國標王子 我會籃球皇帝 光幕請喝水 謝謝 謝謝 怎麼了 媽媽無誠的票 我們可以跟她見面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真的 你看 媽媽特地請這邊 主辦單位進來的喔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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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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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我在想我要穿什麼衣服 不是跟我說沒時間見面嗎 我 我 智希 又去練舞了 怎麼勸都勸不聽 我今天去教室看過了 那些動作對他來說太危險了 他腳可能會受傷 你是他爸爸 你可不可以勸勸他 不要都是我在扮黑臉好不好 我沒辦法啊 因為他如果受傷了怎麼辦呢 我理解 有些媽媽為了小朋友好的 常常會忍不住地動手去幫忙 這樣反而會造成生活上 你必須時時刻刻繃緊神經啊 那孩子也會感受到 你的緊張跟壓力 所以 放輕鬆一點 有些事情 讓孩子自己去學習 去摸索會比較好 對啊 你二十四小時盯著他 全家都被你弄得緊張兮兮的 智希他那麼聰明 你應該要給他機會 他會要相信他給他信心 其實爸爸媽媽動手去幫忙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節省了時間 但是長期下來呢 不僅讓孩子無法自立 甚至於 對他的心理狀態 也會造成影響 心理狀態也會有影響啊 是啊 你們想想看 如果每一件事情 爸爸媽媽都幫孩子安排好 準備好 讓孩子喪失了 自我表現的機會 這樣 不僅讓孩子喪失了自信 以後呢 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他就不會主動去思考 解決的方法 反而會待在原地 等待別人來幫他解決問題 尤其是像智希這樣的孩子 我覺得 你們更應該鼓勵他 讓他去學習 去獨立 醫生說的話 你都聽到了 醫生說的話 腦麻傷害了智希的身體 我們不能讓他的心 跟他的人生 不能自主 他以後的路還很長 我們沒辦法 在他身邊待一輩子 別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給自己一點空間 給自己一點空間 你不要那麼緊張 他那麼大了 你要相信他 就我對他的瞭解 我不相信他能夠判斷 什麼對他好 什麼對他不好 他是你兒子 你要對他有信心 我們都努力了這麼久了 我不能讓他去做 傷害他自己身體的事情 不會的 這麼多年 他不都自己 乖乖地去做復健嗎 還定期去找周醫師看診 他那麼懂事 我知道他很懂事 我只是想在 還能幫他的時候 多幫他一點 老實說 你覺得 是你在支持的資訊 說真心話 我反而覺得 是他在支持著你 是他在安撫你的心情 所以 是我的錯囉 洛永霖 我在你身邊陪伴你多久 你心痛你難過 你辛苦我會不知道嗎 我不在乎我心不辛苦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好的身體 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而且醫師你說 復健是一輩子要努力的目標 老婆 你聽我說完 這是一輩子的戰爭 我不能鬆懈 放鬆 不是放棄 是給生活一點喘息的空間 周醫師不也說了嗎 適當的運動可以改善他肌肉的張力 跳舞的動作多激烈 你有親眼看見嗎 而且他什麼運動不能做 一定要跳舞嗎 因為他跳舞的時候快樂 好 我的心情 對身體有幫助 你自己也清楚 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們在旁邊陪他 中間萬一有什麼狀況 我們隨時喊停 怎麼樣 煳一聲 駿翁 駿翁 你上次說那個 鬥牛舞的舞步是要怎麼跳 我教你跳 痛 痛 那個舞步有很難嗎 不就是 好像真的滿難的 很難 那個臭屁的俊亨說 你要小心練 不要把身體練壞了 不有那個代償子 你繼續 我可以跟我媽見面了 好 不好意思 可以麻煩妳幫我轉告一下 簡婷筠老師說 她的媽媽還有她的女兒 在這邊等她 簡老師媽 找我沒問題 好 謝謝 寶貝 寶貝 妳要不要打個電話給妳媽 怎麼都沒人接 再打一次 不好意思 簡婷筠老師剛剛離開了 離開了 媽媽說她臨時有事情要趕飛機 她趕飛機 她明知道我們在這等 她就不能再打個招呼嗎 還是沒見到妳 媽媽 我肚子好餓 我們去吃飯 好 看妳想吃什麼 阿嬤請妳 舒緣 妳見到妳媽了嗎 沒有 給我雙次一樣的蛋糕 雞分賽快到了 妳吃這麼多沒問題嗎 我都吃這麼多 哪位子 晚上記得練習 知道了 妳們覺得夢淑妍今天 怪怪的 妳們覺得夢淑妍今天 去補貨 好 好 差不多能到我們了 準備一下喔 OK 走了 好 好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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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